史上第一个被千刀万剐的公主 竟是清太宗的亲姐姐 哈达公主蒙古纪 她究竟犯了什么不可饶恕之罪呢 驻父兄成就罢业 最后却被残忍杀害 清太宗为何如此心狠 蒙古纪之死的背后 藏着怎样的阴谋 今天史先生就带大家 走进蒙古纪凄惨的一生 灵池是中国历史上 最残酷的刑法之一 他摧毁的不仅是肉体 更是对人性的极度折磨 如果再加上行刑的是自己亲弟弟 那这人就只剩下绝望了 蒙古纪一人就体会到了以上所有痛苦 蒙古纪是努尔哈赤的女儿 母亲是纪妃妇查是眼袋 更是黄太极的亲姐姐 公元1610年 努尔哈赤为控制女真的哈达部 年仅12岁的蒙古纪 被批嫁给乌尔古代 至此蒙古纪多了另一层身份 就是努尔哈赤送到哈达的间谍 蒙古纪一边为乌尔古代生儿育女 一边要帮努尔哈赤传递消息 然而 蒙古纪在与乌尔古代的长久相处下 渐渐对他产生情愫 于是蒙古纪也暗中帮助乌尔古代 隐瞒消息 但是努尔哈赤最终还是趁哈达闹饥荒 直接一举吞并哈达 哈达成为经国的领土之后 乌尔古代对努尔哈赤而言呢 就失去了作用 可是由于蒙古纪很是喜欢乌尔古代 努尔哈赤没有除掉乌尔古代 后来乌尔古代病逝 蒙古纪寡居多年不肯改嫁 原本在努尔哈赤的统治下 蒙古纪可以安稳地生活下去 但他的母亲为了权力竟私自干政 眼带触犯黄泉的底线 努尔哈赤自是不能留他 蒙古纪的弟弟蒙古尔泰借此机会 为稳固自己在努尔哈赤心中的地位 竟将眼带直接杀死 可是蒙古尔泰如此残暴的行为 惹众多人不满 认为他太过于狠辣 自此蒙古尔泰的支持者 都投奔了黄泰基 蒙古尔泰彻底失去了在经国的地位 努尔哈赤死后 黄泰基在众人的推举下继位 蒙古尔泰虽然心存不满 但也只能任黄泰基驱使 黄泰基在任时 为笼络蒙古奥含谱 他不顾蒙古纪的反对 强行将蒙古纪嫁给索诺木土灵 自此呢 蒙古纪和蒙古尔泰姐弟二人 彻底沦为黄泰基夺江山的棋子 公元1631年 黄泰基未产出手握兵权的蒙古尔泰 在朝堂上故意用言语激怒蒙古尔泰 蒙古尔泰一气之下竟然欲前拔刀 还大骂黄泰基 黄泰基借此机会 便将蒙古尔泰将决伐奉 但是蒙古尔泰对此丝毫不介意 他在意的只有自己得罪黄泰基 对以后的日子有多大影响 于是蒙古尔泰跟蒙古纪 诉说着自己的遭遇和想法 蒙古尔泰想要除掉黄泰基夺取韩威 但是蒙古纪刚开始还是有些犹豫 因为自从他嫁给索诺木土灵 婆家就时刻防备自己 所以自己也得时刻提防他们 可太心疼自己的弟弟 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下 蒙古纪答应了蒙古尔泰的请求 他们都喊来各自的亲信 几人杀血为盟之后 各自开始了谋反的计划 不幸的是 计划还没开始 蒙古尔泰和德格类就先后突然暴毙 这让蒙古纪等着惶恐不安 甚至所有人都认为 这件事是黄泰基做的 尤其是蒙古尔泰的亲信冷僧基 他对黄泰基杀死两个人更是身心不疑 于是为了保全性命 冷僧基主动上书向黄泰基 告发蒙古纪与两个弟弟策划谋反的计划 果不其然 黄泰基在听到这个消息后 就要将蒙古纪处以疾刑 黄泰基没有丝毫念及姐弟旧情 下令扒光蒙古纪的衣服 在菜市口零食够三百刀才准他死 堂堂公主就这样死在最残忍的苦刑下 蒙古纪自出生后 他的命运就只能听从安排 全力将他推向高处 又将他狠狠摔了下来 但是回看努尔哈赤的几位大妃 都没有受到追风 黄泰基的母亲也没有坐上大妃 因此呢 有人认为蒙古纪等人 就是被黄泰基故意抹黑 那事实的真相如何呢 诸位是如何看待此事呢